另外一个比较难搞 心累的怎么办 心累的 痛不到摸不到 只能感觉 那心累的又该怎么办呢 一安 心累其实真的比较困难的原因 在于说它很多时候是来自于 可能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对那其实 现在的人沟通上 就是很多的问题 可能就会出在大家都比较 就是说可能你在沟通的时候 就是你还没有先听完对方的话 或者说他其实在讲课你没在听 因为你现在你心里很在想说 我想要讲什么 然后就变成两个人就会各说各话 就是会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那另外一种是说 可能有一些人他是比较求好心 现在他会觉得说 我想要答应别人的要求 就一何为贵心的 就是会觉得说 就是我希望符合你的期待 但是事实上他可能不一定做得到 那这时候他没有把他心里面的 这个疑虑说出来 然后他就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然后最后可能一次就会 爆发 就会很伤 很伤身心 是是是是 所以其实医师就有提到说 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不用那么急 有一个方法 就是有时候可能你 已经到情绪已经上来了 那这个时候就不要急着在这个时间点沟通 不要一次想要把他搞定 对不对 分次 分阶段 多几次沟通 对 反而 可有比较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对 没错 因为其实 因为当情绪上来的时候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讲理 讲出来 对 所以他会建议说 你可以用一些句子帮助自己 比如说你可以跟对方说 我现在情绪没有很好 那可不会晚一点讨论 所以其实这时候对方他就会知道说 其实你现在第一个状况不好 第二个是你其实想讲 你想沟通 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还不太适合 对 那双方冷静之后呢 你可以先整理好自己的思绪 比如说可以写下来 写下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等于写的时候你才会 当初自己冷静下来 那这时候你再找一个情绪比较平稳的时间 再好好跟对方一起讲 没错 比较容易就是说 不会有很多情绪掩盖掉 你们可能想要沟通的这件事情 对 其实处理人力关系 很重要的一个要求 就是相对的 我们也要设三处地 学习聆听 对不对 因为沟通沟通嘛 为什么叫沟通 就是彼此要能够达到一个共识 要是他跟自己都认同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 才算是沟通 否则你一味的想法 你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别人 那就不叫沟通了 对 所以学习那种聆听 也是蛮重要的 对 OK 这是要练习的 对的确了 好 其实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有的时候 当沟通到无法沟通 是当我们真的已经沟通到无法沟通 或者是 我们在职场中 或在生活中 让自己觉得说 我已经承受太多的资讯 承受太多的压力 承受太多的期待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该适时的让自己喊听 把他下档下来 对不对 好 这时候什么都不要处理了 让自己完全冷静下来 或是完全放空 一段时间 也是一种方法 是不是呢 宜安 对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你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的那个状况 对 那所以说 如果你有时候像 其实沟通这件事 也是需要双方的 就是说 对方也要有意愿 所以有时候 没有办法强求 就是说 如果双方都准备好 那当然他比较有机会 可以进行 那如果没有 其实医师这时候 会建议说 你不用过度的去 勉强医师进去 对 就是事实喊听 其实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 没错 让自己稍微 停下脚步 休息一下 事实上 会 有些问题搞不好 那个时候 会有心的想法 那你就应该得解了 对不对 是 好 其实不管怎么样 对于日常生活中 我们所碰到的各种的疲惫 劳累 不管说从中医或西医的食补 或其他的方式 甚至到我们心里的累 事实上都应该有方法 可以解决的 但是每次谈到健康 有关的问题的时候 最重要的 最后的 我们一定要谈的就是 什么都没有比运动 更好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宜然帮我们谈单 其实 有时候 做做小运动 也是解决 疲惫 消除 疲劳的好方法 是不是呢 但是 在日常办公室里面 我怎么做小运动 会比较好 对 因为其实这次 职工的运动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就是说 他不用很大的空间 然后他随时随地 可以做 那刚刚有讲到说 为什么运动 他没有缺乏运动 会造成疲累 其实像中医讲的话 就会是说 如果 就算你可能补了很多 但他都预计在体内 就循环不好 就循环不好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时候 反而会有弹瘀的体制 就还是会觉得 很容易疲倦 所以这时候 他有建议一些 很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 就是像一个 叫做测顺排斥 因为我们常做的人 就是很容易会 脱过脑上 对 就可能做久了 然后你们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氧气 那这时候 你可以用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把一只手 比如说右手 就是放在头顶 然后这时候 你可以用左手 就是活动 然后去轻拍你的 就是右特 对 那因为我们人 也有很多的经过 所以你这样子轻拍 就比如说 由上往下 这样子 就是一下拍到腰部 就是你这样子连续 左右头拍一个姿势 它其实可以帮助 你的筋脉肠痛 因为这样子 也可以上来 所以这时候 你会觉得说 头很坏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常常 久坐的人 就是下次的循环 会很不好 对 可能你做一定会觉得说 很重 或者是说 会有酸麻的问题 那这时候 如果你回家 就是喜欢找阿糖 在床上 就是你可以坐 平躺台腿 就是 那关键的 就是要慢慢坐 就是不要很快 然后要配合手 呼吸 所以你比如说 你可以左脚慢慢的弹起来 然后维持个 听一下 听个十秒 然后要记得呼吸 然后左脚放下 右脚再弹起来 就是这样 交替的做 做个二十次 它其实可以改善 可以帮助你把那样的气血 就是回到身体的肩膀 就是可以一直记在下 是是是 我知道这个 我有做过 比较小看的十秒 那个十秒 基本上 很惊人的 因为抬腿 要撑十秒 其实有一点点难度 如果没有经常做的话的话 对 好 其实各位新的朋友 不管怎么样 我们 我相信 在日常中 我们难免 因为工作的关系 超时工作 工作压力 甚至是工作 劳累 会造成很多 你身心上面 疲劳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总是有办法解决的 尤其是 如果能够搭配一些 日常生活中 简单的一些 小运动的话 其实更能够有效的 解决自己身心的疲劳 当然 今天与时间关系 我们非常高兴 邀请到的是 康吉大致的记者 谢谢宜安小姐 谢谢宜安 谢谢宜安 好 各位朋友 我们下次 Mr.B 网络广播节目 再见了 拜拜